当然圣洁生活 基督徒生活 是要付代价的 主耶稣也叫我们 你要跟从我的话 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 但是主耶稣也讲 但是我跟各位说 你需要付代价 不一定代表 你就不能喜乐 有些人讲 我要还钱 我还要付代价 哪里什么好开心的事情 各位想想 如果一个姐妹 她去买一个很漂亮的包包 很漂亮的首饰 她要不要付代价 要还要还钱 可是很多时候还很开心 我买了这个东西很美 还是一个弟兄买了一辆车 还是什么我不知道 买电话还是什么 哇你要付代价的 你不是偷的嘛 所以你要付代价 你付的时候你很开心 哇我一个新的iPhone iPhone 8好像要来的 哇所以很贵很贵 还要排队要付代价 要排队要登记 然后要拿一大笔钱出来 可是很开心 所以我跟各位说 你看到价值的话呢 叫你付代价 其实你是多么开心可以付 而且你还很开心 哇我买到这个 别人没有 哇我很开心 有时候你看到 主耶稣福音的价值的时候 你需要付代价 你反而开心 哇我可以与耶稣的荣耀有份 我甘愿付这个代价 别人要都没有 但是如果你看不到价值的话呢 你当然自然而然 你就要付代价的时候 有点不甘愿 但是圣经实在告诉我们 一个人的喜乐 跟他的圣洁 是绝对有关系的 所以我刚才前面说 我们不是 属灵的喜乐 不是从什么成功神学来的 但是呢圣经说 喜乐的秘诀就是 遵守神的话 过圣洁的生活 所以我再讲一次 信徒的喜乐 跟他的圣洁 是息息相关的 一个人不能说 一个基督徒啊 不能说 哦我要喜乐 但是我不要过圣洁生活 没有这样的事 因为神的原则 没有说圣洁以外 有喜乐 神的话一直告诉我们 你不圣洁的话 你不跟从神的话 你的愁苦会加征 我们看一下刚才 他们flash那个经文 神的原则是 喜乐跟圣洁是在一起的 这里耶稣说 我读下半段 听神之道 而遵守的人 是有福的 记得我刚才说 有福是什么意思 有福的意思是 happy的意思 你要happy 你要喜乐 要遵守神的话 然后另外 诗篇也说 行为完全 遵行耶和华律法的 这人便为有福 遵守他的法度 一心寻求他的 这人便为有福 然后诗篇 第一章 一到三节 这里也说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谢曼人的座位 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然后呢 这样的人 他怎样开心啊 他要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 按时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这样的人开不开心啊 叶子不枯干 栽在溪水旁 然后呢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但是有些人 只看到这个第三节 哇哇 我要成为这样的人 但是你要看前面 想什么 你要这样喜乐 凡事顺利 按时结果子的话呢 你要成为这样有福喜乐的人 原则是 诗篇第一章告诉我们 我们不能从二人的计谋 二人的道路 所以这个第一节很奇妙 我们单单看这个第一节 各位有没有看到 第一节有三个动词 不从 英文是讲中 walk 所以是走路 行走 然后呢 一个是走 一个是站 一个是坐 各位 有时候我们不是马上忧愁的 我们是不知不觉被勾引到犯罪里面 所以这里走 站 做什么意思 有些人是走路过一些罪 路过 听到人家讲闲话 还是路过一些犯罪的东西 路过可以 可能你网络的时候 路过一些广告 路过 然后你路过的时候 你不保守你的心 慢慢你就开始就站在一旁 你就看 他们在搞什么鬼啊 他们这群人在讲什么闲话 他们在动什么东西啊 这个世界的人在玩什么 就站在那边看 本来就走路过可以很快就拜拜了 还站在那边看 你站久了之后呢 什么事情发生 你就坐下来 哎呀我们一起来讲闲话 什么好讲的 还是我们一起来打麻将 还是我们一起来 不懂做什么 就来开始就站着的时候 好像这个网站很有趣 就坐下来 不该买的也买 不该动的也动 不该看的也看 就坐在那边 看了两个小时的电视 有可能 那个两个小时不见掉之后呢 这带就很生气 哎呀 为什么我浪费了两个小时 做博了 然后我一大堆东西没有做 哎呀 很多控告感就来了 那个不开心就来了 我刚刚也说 喜乐跟圣洁是在一起的 特别诗篇这里 警告我们 不要从恶人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 是一个很狡猾的 好像看起来没什么的 我只是路过而已嘛 我跟他们不一样 路过的人是 他们是他们 我们是我们 我没有跟他参与 你如果没有继续保守的心的时候 慢慢你从路过 就变成站在一起 站在一起还好 我站在一起 我只是看而已 旁观者 我没有 人家赌博 我没有赌 人家买码票 我没有买 后来听 哎呀 很多人买码票 两块钱 可以中 不用多少钱 哎呀 开始那个什么就来了 所以 人要喜乐呢 真的要从最小的东西保守起 不要从路过到站着 到坐下来 大家一起犯罪 因为呢 圣经的原则一直强调 罪是不可能带给人喜乐的 我们不要想从罪得到喜乐 因为以别神 以别的东西代替耶和华的 必会愁苦加征 然后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这条路是对的 但是圣经 真言书告诉我们 有人觉得这条路是正的 但是最终成为死亡之路 我们以为一个东西是没什么的 那个罪 暂时消遣一下 开心 当然我不是说消遣不对 但是要在主里面消遣 不是从恶人的道路 神也给我们修习 所以我前些时候讲到主里的修习 所以今天我们要审查 你觉得你生命有点不开心的话呢 那你要问自己 我们是不是有点点许可 一些罪人的 一些滑溜的 那个slippery的那些traps 陷阱 好像一些私欲 一些的罪 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然后把我们的喜乐偷走 这是我们要反思的 那另外 诗篇也告诉我们 喜乐的人 有福的人是怎样的人 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然后不但喜爱 你怎么证明你是喜爱 很多人都会讲 我是喜欢上帝的话 我不会排斥上帝的话 但是你怎么证明 你是喜欢那个东西 昼夜思想 证明你喜欢 有些人说 我很喜欢神的话 但是一天都没有想到神的话 其实各位会知道 你喜欢的东西 你会一直想的 一个人喜欢钓鱼 他整天在想钓鱼 一个人喜欢看连续剧 整天在想那个剧情 昨天我看到哪里 还是什么 一个人喜欢什么东西 什么兴趣都好 他们会比较一直想那个东西 一个人很喜欢他的孩子 整天想他的孩子 孩子吃饱了吗 在做什么 什么什么 一个人很喜欢老板的 approval 老板的认同 整天在想 我要做什么 老板才会开心 所以一个人 你说我喜爱神的话 一天只是睡觉前 可能想一下 其实这个东西 证明神的话 还没有在牵引 我们的道路 所以有喜乐的人 很简单的一个秘诀是 喜乐的人不是很多钱的人 喜乐的人是 神的话常存在心里 你想到神的话的时候 什么气就消了 什么不满足也不见了 什么自卑感也不懂 跑去哪里了 神的话是有个能力的 所以律法是什么 律法不是什么规矩 听起来很压力 律法是神的话 神的话是什么 神的话是指引我们 怎么喜乐的 有时候我们担心的时候 神的话告诉我们 你不要为明天担心 你听到这个的时候 你马上喜乐恢复了 有时候我们受苦的时候 我们看到保罗 在圣经里面的分享 我们从中得到能力了 我们喜乐恢复了 所以神的话是告诉我们 那个通往喜乐的路 是怎么走的 然后神的话的内容 其实省去我们很多的麻烦 各位有没有发现 神的话省去我们很多的麻烦 不必要的担心 不必要的比较 不必要的论断 不必要的受伤 其实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很多不必要的睡不着 不必要的火气 不必要的软弱 其实接着神的话 慢慢慢慢除掉了 所以神的话是保护我们的 所以喜乐的人是 昼夜思想神的话 换句话说 常常祷告 常常按着神的话祷告的 为什么要昼夜思想 因为我们很清楚 我们活在的这个世界是 如果我们没有 昼夜思想神的话呢 我们是时时会被吞吃掉的 因为情况一直在改变 情况一直向着我们冲 然后魔鬼也会给我们暗示 所以我们更是要保守 这个喜乐的方法 就是要 昼夜思想神的话 所以我再讲一次 我们不是要在喜乐跟圣洁二选一 我们是这样 你先觉得 我要吗就尽情的喜乐开心 要吗我就圣洁 好像很难又圣洁又喜乐 两个放在一起 好像怪怪的 我现在要讲的不是二选一 喜乐跟圣洁二选一 我要讲的是 我们要在两者选 我们的确要在两者选 但是哪两者选呢 我们要在两个不同喜乐之法选择 世界的人都是以恶为乐的 世界的人都是 我要陶醉在试探里面 陶醉在私欲里面 陶醉在肉体里面 这样就是开心 我可以满足我的肉体 我可以满足我的性欲 我的吃欲 我的什么什么欲 我的意思是 这些欲没有错 就是你超过神的带领 你满足的话 那个是罪 所以世界的人 他们是以恶为乐 他们觉得我随心所欲 我顺服我的肉体 那个我才开心 那个是一条开心的路 另外一条开心的路是 以神为乐 以遵行神 听从神为乐 我在讲 我们不是选喜乐 还是选圣洁 我们是要选 你的喜乐的那一条路 是什么 是以恶为乐呢 还是以神为乐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